有點有趣的 哈囉我是Wii,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 CORE 好,而且你看我們今天是難得的外景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北劍壇的琴峰樂器 其實我覺得如果知道他樂器行的話,我覺得有點太侮辱他們了 我覺得他其實根本就是台北最厲害的一個鋼琴博物館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這邊的館場這樣子 那在開始之前呢,我們要先介紹這家店的主人,就是張景峰張老闆 大家好,大家好 張老闆出的是一個鋼琴收藏家之外,他是一個非常厲害大師級的調音師 琴峰這個名字是不是因為老闆的名字 對對對,當初要開始做琴的時候,本來是要取我自己的名字叫琴峰樂器這樣 但是一開始做的時候怕說,假如沒有做好的話就把自己的名字毀掉了 後來就取琴峰這樣 那他Initial 就是英文的也都是CF這樣 所以這家店除了賣樂器之外,有沒有還有提供什麼服務 這家店做的服務有包含哪些 我們做很多,我們是做中古琴起家 然後我們也收藏個古董琴 然後後來也發展自動演奏鋼琴 任何琴都可以裝自動演奏的系統 然後也裝管風琴,台灣我們已經有裝了18台的管風琴 包括亞洲最大在高雄衛舞雲那一台管風琴 一億兩千塊也是我們裝的 好,我們今天就等一下就要請張老闆來帶我們看看他的收藏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現在就開始吧 好 好,所以這個看起來很像一個衣櫃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衣櫃 好,我來示範一下給他們這樣 衣櫃台 好,這個補架的可以 這是補架 因為以前沒有電燈嘛,所以需要點蠟燭 來,這樣 這個大概是什麼年代的琴 我這一台18幾年,應該超過150年 150年以上 它下面只有兩個踏板 它是跟現在的鋼琴踏板有什麼不一樣嗎 跟一般的琴一樣 你要不要試彈一下 那聲音非常非常非常亮 對 很像現代的,有點像現代的鋼琴的聲音 不過鋼琴的聲音的亮度其實是可以做 可以比較軟的 不過一般像我們賣出去的鋼琴 我們都會,聲音要比較亮或是比較柔 我們會看現場的狀況 然後讓彈琴的人說 它大概要多少亮度 這個都可以做 這台感覺老闆保養得很好 我這一台非常好 就是 進來就真的是保養這麼好 這個我們就把它收起來 就這樣 這個是它的設計真的是非常獨特 不可以這樣 不占地方 收起來也很方便 對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台是很特別的 這台是只有腳鍵盤 對 這個叫腳踏的鋼琴 腳踏的鋼琴它是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上面其實還可以放一台樂器 你可以放風琴 可以放大鍵琴 然後你 在那個更丁的地方用腳踏板下去彈 以前因為沒有電燈 管風琴的不容易 不像現在有電子的管風琴 所以管風琴是要練腳踏板 用這種是最方便的 所以這個就是設計用來練習用的嗎 就是當管風琴手的練習用 練習然後也可以演出 真的也是可以演出 有很多曲子為這個寫嗎 我想應該不多 但是很實用 不過現在因為已經有電子的管風琴 所以這個現在就已經絕板了東西 沒有人在做這個 而且它是以類似鋼琴的錘子跟弦來做的腳踏板 對對對 你看它的結構跟直立式的蠻像的 然後這個可以彈 就用腳踏板 腳下跳去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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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音不太準 你來彈 好啊 你來彈 好 我要嘗試彈你的小蜜蜂 好 我要嘗試彈你的小蜜蜂 好 蠻厲害的 很難控制力度 其實就習慣就好了 會彈鋼琴的人 對腳鍵盤只要花一點時間下去熟悉它的位置 其實蠻快的 這個很少單獨使用對不對 它通常一定會再加一個手的鍵盤 對 上面還會加一個手鍵盤的樂器 像可以 像Keyboard 管風琴 都可以 這個Square Piano 就是大概介於大劍琴跟這個平台之間 有一個緩衝的時間 但是它的特點 它的那個打擊錘很小 它打擊錘很小 所以聲音比較小 這台狀況是還非常完整 它的結構跟現在也稍微不一樣 它聲音也 因為打擊錘很小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因為打擊錘很小 因為打擊錘很小 所以它聲音比較小 不過這台還非常完整 這台是John Broadwood 是英國的 而且它的琴好細 就是象牙的雕刻 它也有一支踏板 那只有一支踏板 它也是一樣 跟現在的琴 它的踏板好淺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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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汽音很滿 它的致音很慢 它的天生的回音很長 對 還是有 沒有致音的人 你彈下去就糊掉了 這個琴雖然音不太準 不過老師彈下來 SENI 沒有交叉 這台琴算是已經交叉選了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另外一台 這是沒有交叉的選 這一台是1876年 剛剛開始我們看到的時候 好像就已經都完全不懂 我們可以提供那個照片給你看 因為我們有這個技術 我們可以把它翻修起來 因為我認為是好的東西 就樂器要把它翻修到能夠使用 這樣子才顯示出它的價值 跟現代的單位的聲音很不一樣 不太一樣 聲音非常非常軟非常好聽 有些人喜歡古典或者古董的東西 又可以彈 放在家裡有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味道 我覺得這種老琴真的非常適合古典音樂 它的聲音就是稍微悶悶一點點 跟現代的鋼琴比起來 這個古董的收音機 這個這個已經要 我覺得這個好像很酷 這個以前你只要 就是這個 這是算馬克啦 你看多少錢你就把它邊弄好 這個是還可以使用 那你就打下去 然後它就會掉那個紙會出來 我只要動了它就會說還會結帳 然後我就這樣 好已經結帳了 收到六百塊了 我也結帳 好接下來這個 Marshall 這個是Marshall Marshall Sure Bussendorf 就是跟貝森斗夫 算是跟貝森斗夫的學生 他們是一起完成這一台琴 聯名款就對了 對對對 聯名款就對了 所以它的聲音 其實現在也很有 貝森斗夫的現在的位置 聲音的感覺 很亮的那種低音 然後它這個弦 真的就是比較直的那種 對 早期是這個 琴選都沒有交叉 後來交叉琴選 應該是史達哥發明的 但是在有交叉琴選 它以前那是半鐵骨 所以它那個張力 沒有辦法像現在 那麼的高張力 所以它的Pitch 比現在差不多低半音 就等於A到415 415左右 現在是440 半鐵骨是什麼意思 半鐵骨它不像現在的 鐵骨都是整片的 它這個只有這樣 它只有這樣拉 它左下角這邊是木頭 對對對 只有右上角這邊是鐵 OK 現在整片都是鋼板的 對對對 現在整片的鋼板 那是鋼板的話 它張力就可以做得很強 所以現在的聲音就可以 非常非常大聲 而且我們看它這邊 置音器也長得有點特別 對對對 它是分成兩塊的 它是靠這樣的方式 跟現在不太一樣 這一台是經過整理以後 聲音非常好 而它的裡面 它的結構 打擊的方式 也跟現在不太一樣 OK 等一下我可以拆給大家 拆一下給你 看一下 跟現在的打擊系統 長相很不一樣 反的 相反的 你可以看它的運作的方式 但是只有這個牌子是這樣 還是當年的普遍是這樣子 在那個時代是非常流行 這種打擊系統的名稱叫Vienna Style 就是Style 就是Vienna風格的那種風格的方式 這比較 比較 差不多接近 大概就是Forte Piano Forte Piano 我們現在叫Piano Forte 它以這種 聲音比較 那時候剛出來是叫Forte Piano 這種 我們現在的錘子是在那邊的 它是在反過來有點倒勾 這個還要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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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個巴洛克時代的 巴洛克時代 既然是從來 巴洛克時代的 在這樣 那個 一個 他的手感真的很不同 就是會有一種卡頓感 跟現在不一樣 結構完全不一樣 比較簡單 而且有時候下去會覺得突然彈不下去的感覺 跟現代鋼琴差蠻多的 現在鋼琴打機系統是因為一直演進 他改良改良就變成非常成熟 就很容易做各種音樂 這個我覺得我需要更多用點力才可以 而且他的這個黑鍵是圓角的 應該是彈久了以後變圓了 不是原來圓甲 代表說以前蠻有認真彈的 磨了兩百年了 直的變成圓的 這個是象牙劍 這個還是象牙劍 以前的琴幾乎大部分都是象牙做的 方大象哭哭 李斯特是不是很愛背山躲 李斯特是 我聽說是第一次他上台演出 琴雪沒有被彈斷了 對對對 因為當年的技術可能沒那麼好對不對 對對對 很容易一用力就爆炸了 歷史蠻久了 背山躲背山躲蠻久 這台應該是2000年以後的了吧 差不多 這個就是看起來很現代的樣子 對 他是限量的幾台以後他就沒有做 而且這個不是主台的 那是電燈 LED燈 他這個可以打開 可以這樣打開 裡面還藏一點帽子 這個可以給你戴 這個是德國的 他也很喜歡設計各種不一樣的造型的鋼琴 然後他每一種特殊的機種 他就大概做一些 然後就停產 然後再去研發新的機種 這樣 真的很漂亮耶 這個就是現代鋼琴的聲音 這台看起來像是一般的YAMAHA鋼琴 但是其實不是對不對 這台是一般的YAMAHA鋼琴沒有錯 中古琴 然後因為我們客人他喜歡那個鋼琴可以自動演奏 那我們有代理自動演奏 就30年了 任何琴都可以裝 那這一台就有裝 結果已經裝好 等待客人在家裡再裝 我們可以聽一下看看 現在是最新的機種 那這個機種是PianoDisc Prodisi的機種 它是影音臀部系統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看起來很像鋼琴的 可是這不是鋼琴對不對 這也是我也是第一次收藏到就是 它是88件風琴的 長得很像鋼琴的風琴 古董風琴 這個裡面現在是空的 裡面以前是它應該是有裝Roll Piano Roll 自動演奏那種機械 但是現在拿掉 那拿掉有一個好處 裡面讀書的人可以放書 然後你喜歡喝紅酒 可以放酒 放紅酒這樣子 所以這個裡面可以 我可以放蠻多的 可以放蠻多的 很大的空間 聲音還非常好 88件 可以完全的那個 腳踩的風情 可以彈一下看看 我覺得風情就是很適合結婚 我才會一直踩聲還蠻累的 你看你看你看 我左腳往這邊推就會變 右腳呢 好像更打開的感覺 對 這很忙耶 我兩隻腳還要一邊踩 然後我膝蓋還要往右 你腳要左地 腳跟左地 腳踏 這樣踏就很輕鬆 那我那個小腿太短了 如果我左地的話我就踢不到這個 那你就要放低一點 這個低八度 這個是今天最老的一台琴是嗎 對 差不多200年 200年 這個造型很漂亮 而且只有一支踏板 早期的時候只有一支踏板 這個算是直立鋼琴 剛開始有的時候的東西 對 聲音也是很好耶 而且他的那個鍵很順 對 我們現在要換新弦 要換新弦 他這個是幾鍵啊 這也是八四五鍵 鋼琴早期都是做八四五鍵 只差後面三個音 對 重複音就是比較容易怎麼講 對 因為這個很久都還沒有整理 整理以後會很棒 他同樣也是跟上面那台比較老的有相同的感覺 就是有一個卡 對 卡榫感 對 我們琴選都已經進來了 新的琴選要換掉 琴選換了以後 然後打擊系統再稍微整理一下 這台是完美的 現在我們來到解釋在台北建坦的Fazioly中心 然後我們要來看全世界最大的平台鋼琴 Fazioly 這台叫做什麼 Fazioly的型號是 F308 F308 代表它的長度有308分 哇 它這個特點就是Fazioly它有很多 擁有所有其他鋼琴的特點 但是它有的特點其他的鋼琴沒有 這三支踏板 是跟 一般都是一樣 右邊是一般的演音一樣 指定演唱 指定演唱 這個是 第三支是王佑儀的UNA CODA 對 你看我們看第三支踏板 你看這個打擊錘 照這個打擊錘的地方 它是會左右移動 這是第三支踏板 第三支踏板 一般鋼琴的左音踏板 對 那它第四支踏板 它是打擊距離縮短 第三支踏板移位 所以你就 你看這個 聲音 聲音會變 但是這個 音色是一樣 它它的大聲小聲音色是一樣 音色是一樣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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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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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